台东县环保局每年举办多场次环境教育宣导活动 县议员黄志维认为环保局利益良好 建议可以朝让民众更了解焚化场方面来办理 让更多人知道管理人员如何来管控焚化场 焚化场对环境还有健康的影响 以降低民众的疑虑减少抗争的事件发生 台东县环保局每年都会办理多场次的环境教育相关宣导活动 成效十分不错 议员黄志维认为县府既然要启用焚化场 就应该将焚化场的相关知识纳入课程 让更多民众来了解 因为我看了环保局这里面项目也做了很多环境教育 事实上我们也有请一些小蜜蜂去参加你们的环境教育的活动 在焚化炉办的活动 事实上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希望类似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性的办理 然后扩大的办理 就像是焚化炉 事实上我们反对焚化炉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会产生了一些非常剧毒的毒害 而是因为当时候的设计规范跟现在的需求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但是既然台东县政府已经要启用环保炉 焚化炉 那我想对于焚化炉的一些环境教育 我认为可以再扩大办理 就是让民众了解什么是焚化炉 然后让他们了解焚化炉所产生的危害来自于什么样的状况 甚至我们是如何在管控一些焚化炉的一些危害物质 我想让民众更加深入的了解 到底我们所启用的焚化炉是如何的善用它 对地方环境或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包括到学校推广 对孩童教育环保理念 包括推广我们的各种环保设施等等 然后也在我们民间的团体能够来做一个合作配合 推广一些环保概念 我认为要减少未来大家对环保议题的疑虑 就是让大家多了解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是因为不了解而去反对或是反抗 这部分再请局长在环境教育上 再多做一些深入的一些研究 这样好不好 感谢黄议员 您的建议我们会努力来办理 王志维希望环保局持续让民众对焚化场 有更正确的认知 才能减少民众的疑虑 及降低未来可能的成抗事件发生 记者潘俊环台东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